游客到花莲泰鲁阁国家公园 除了欣赏知名景点 其中最惊险壮丽的风景就属追路古道了 追路古道全长共计10.3公里 精华之处就是追路断崖 壮阔的景致吸引许多中外人士前往探索 走在窄小湾区布满碎石路面 身旁是大理石峭壁 脚下就是垂直距离600多公尺的利物溪峡谷 远眺更可以欣赏到泰鲁阁峡谷全貌 这里是明文中外的泰鲁阁追路古道 这惊心动魄的惊险步道 它还被网友选为一生一定要来挑战一次的梦幻步道 我以前在网络有看嘛 就梦寐以求 就最深中一定要来这里一次 结果达成M1 真的很美 它那种 我们就觉得大自然的龟斧神功 它太厉害了 就完全是自然的雕刻 精雕细组出来的 坠里古道为河欢越岭古道残存遗迹 目前只开放燕子口 由坠路吊桥 经巴达岗道大断崖 至以后到纪念碑 来回全程6.2公里 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慕名前来 那个cliffside的trail就很美味 可以看得到很多山 还有可以看下去有那个水 我觉得很漂亮 在网上看到那个网页介绍这里 不要去啊不要看因为风景很漂亮啊 坠里古道最惊险路段在最后500公尺 还把高约1100公尺的坠路大断崖 这里还被日本人誉为东亚第一断崖 这段古道这属于高难度的践行路线 对于少运动的人是一大挑战 俯瞰是垂直的陡峭山壁 下方就是利物溪及中横公路知名的九驱洞 如果你赞叹过泰鲁阁峡谷的壮观 那可别错过登上追路古道 依然泰鲁阁峡谷壮丽景观 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和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